古典诗词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本身自己上面的一个 要说的一些问题 特别就是格力斯 在王力教授 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个语言学家 王力教授 他有一本经典的一本诗词格力 或又叫以及诗词格力概要 他两本小很小的本书 我在最初进入诗词格力 就是学了这本书 就是学了他的这个纸片文章 而且是薄薄的纸页词 大家有兴趣了可以去读读 有兴趣了可以去读读 格力斯跟古典诗词 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从诗经开始 一直到岳府 一直到南北朝 他其实很多的时候 他这些诗有诗的韵 但没有律 没有律 这个时候我们常常称为古体诗 而且语言语言也不一样 我们诗经很多时候是诗言的 哪怕是南北朝 微经南北朝的 很多的也是诗言诗 比如说曹操观昌海等等的 它都是一些诗言诗 后来有五元七元 甚至有六元的都有 所以这些诗词它的指数不一定固定 那么到了律诗时代 也就是静体诗 我们一般来讲分为古体诗和静体诗 记住古体诗和静体诗 它的时间切点是在唐松期 也就是说静体诗是什么唐朝 唐朝人的眼光来看 说静体诗 所以这一点要立足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相当于唐代以前 他们唐代以前的诗歌有韵 很少讲律 然后到南北朝以后 开始审阅什么的 开始讲这个律了 一直到了这个唐朝 特别是这个开元时代 甚至课举考试 也要考这个律师了 那么就是律师发展到最高点 所以他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诗词 就是革律的要求 革律的要求 当然还要绝具 又有古体的绝技 又有静体的绝技 静体绝技又要叫做律绝 也就是也是分这个时代的 所以不同的时代 他对诗的这个体的要求 或者诗的这个格式的要求 大不相同 大不相同 那么诗词隔离 我们特别是以唐代的律师的隔离来讲 他基本上有这些特点 一个是押韵 必须的押韵 偶数据押韵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 4G的24要押韵 8G的246G 那个268G要押韵 这个韵呢 你对于律师来讲 唐代律师来讲 必须要押平生韵 必须要押平生韵 那么以前呢 比如说古体师 他可以约什么呢 约色胜韵 比如说我们孟浩然呢 趁年不绝晓 初出闻体鸟 夜来风雨生 花落之多少 他押的就是什么 浙胜韵 押的就是浙胜韵 它是一个叫做古体师 那么 这个押韵的韵 说到了这个浙胜跟平生 那么涉及到我们 我们这个中华文字的 这个四胜上面 我们叫做平上去路 我们现代的这个文字 我们说第一声第二声 第三声第四声 其实体现的是什么 平上去四个 平分成音频阳频 第一声大致相对于音频 第二声大致相对于阳频 然后第三声就是说 比如说妈妈 马相对于是上声 那么骂是相对于去声 所以音频阳频上升去声 我们大致可以分这样分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第二声 现代的第一第二声是平声 是亚平声的 那么第三第四声是这声 平这的这这声 那么我们看还有个入声 入声在现代的这个普通话 就是我们的标语标准的国语当中 已经没了 其实它的入声是没有了 入声存在于哪里呢 广泛的存在于江南 江浙一带 湖南以及广东那一带的方言当中 广东那一带的方言当中 这个入声发音 你假如说是上海人 或者说是浙江人 你要用这个方言来分 很快就能发现 这个去声很有特点 这个入声很有特点 也就是说去声更短处 去声更短处 比如说我们切西瓜的切 你要是发生入声 那叫切 是非常短处的这个这个声 所以入声在我们普通话里已经没了 但是你去读古典的这个诗词当中 大量的入声 大量入声 所以你讲讲起来这些会会有一整个上午 所以我把这些大致提一下 我不仔细的展开 当然我们在律师当中还要平折 平折它要相间的 必定是相间出现的平折 平折平折平生折生的平折 那么律师当中还要有对战 必须要有对战 对战当中你对了以后还要相年 也就是说你的上一举跟下一举 它起始的第二个字必须是要么是同时折生 要么是同时折生这个叫连 这样使得在这个诗词在引诵的时候 它的音韵连接会比较顺畅 因为要知道原先诗词 原先的诗或者词几乎可以作为一个歌词 来歌词的作用的 开始的使得作为歌词的作用 我们诗也是要引诵的 引诵有一定的绝虑的 当然另外还有什么奥和旧 那当然诗词当中的一些 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律了 你要旧回来这些的特点 具体建议大家可以去读读这些诗词格律 这本书 当然你在百度上 现在国内百度上 到处都是这些格律上面的一些文章 随便一搜都可以搜得到 所以它在特别讲调的更多的是律师 因为律师的特点跟限制会特别多 律师的限制会特别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律师来讲八句必须是八句 他手连和连锦连伪连必须是八句 要平生运每句平之有规定 而且和连锦连必须是对账 就中间两连必须对账 手连两连可不对账可对账 当然了我们现在有个运押运 我们常规一些的诗词 诗当中要平税运 词当中要辞令尊运 这是古代的一个标准的范本 古代的标准的范本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唐代杜甫的登高 登高它是一艘律师 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头到尾 从首连和连锦连尾连全部都是对账的 那么很多的时候他手连尾连是不对账 但是杜甫他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是超高的 所以他很多的诗词 他都是手连到尾连全部都是对账 全部都是对账 对账不但是在这个位置上 而且要他的词性上面 都要进行一个对账 都要进行对账 刚才说了时间有限我就不作为具体展开了 那么前面说到诗词创作的动机 诗词创作的心得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诗词创作动机呢 其实这个动机我在我的诗词水笔 这个拔上面已经写了 拔上面已经随了 为什么会做 其实当年在这个职场上的一个权力的霸凌欺诈 痊愈的倾腾 呃 思念 让很多自己的学术和技术啊被虚资掉 那肯定是一场非常非常剧剧烈的一场 自我心理上的斗争 你怎么样能走的时候 这种不良的这个状态 啊 其实全靠了这个诗词 那时候我读了大量的诗词 本身对诗词也感兴趣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花时间去读这个诗词 所以呢 读了诗词 觉得 哎 让人心中有锦绣 啊 让人能心容万川 让自己不空 让人生不寒 很多的时候 你在诗词当中 可以找到同样的感悟 同样的心理 同样的遭遇 同样的感慨 所以呢 这其实说穿了 一开始是一种心灵的自我疗愈的出入和方法 啊 这是只是一种 这个心灵自我疗愈的出入和方法 其他没有说更多的一些动机 但是呢 慢慢慢慢发现 你等到有一开始被疗愈了以后 你就离不开这个诗词 你就会慢慢沉浸进去 啊 慢慢沉浸进去 所以这些 这是这个动机 是很小很小的一个 一个 方面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来讲讲 今天讲讲主要就是那么一点点心得 我们下期待的风筹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 先看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